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12 她是儿女目管的诗荒老人 也是全程整肃的西班奶奶 流浪 爱政 拯救 失踪 千里寻找西班奶奶 各线试案即将播出 西班战到了 We are arriving at 西班 Station 熙熙攘攘的西班战台 有个八十多岁 左眼失明的老太太 每天起早谈黑剑式废辟 儿女不管不问 老人在网络上悄然走红 被人们亲戚的称为西班奶奶 时常有好心人送水送饭 带瓶子给她 2012年9月 西班奶奶突然消失 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媒体报道老人因重病住院 诊断结果是肠坑足和肢肠癌 下一步的这个手术 把原汉的肿瘤切掉 费用现在大概起 应该在十万左右 或者说还要多一点点 多年来老人辛辛苦苦 积攒了几万元的养老钱 入院不到一个月 很快所剩无几 如今十万元钱对她而言 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她的儿女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我不能签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要签这个 我为什么要签这个 假设话有什么事 她儿子要找我 我怎么办 她侄子要怪我 我怎么办 一人要专顾她的侄子 不能送回来 送回来 我得来 我们安慰一个大人去看见 因为我的安慰会 我管不了 有的时候一天收入都 好的时候都千万三千 她都有 所以她这么不愿意回来 三个儿女全部拒绝露面 此时照顾老人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这是老人的娘家侄子 腿因车祸骨折 他只能住着双拐忙前忙后 侄子说他也在北京 简视废品多年 和老人互相照顾 至于老人和儿女的矛盾 侄子说 只要从老人的一段 不普通的经历说起 六十年前老人离开 安徽农村到北京当保姆 因吃苦耐劳深得主人的信任 老人在北京扎下了根 老爸儿女和侄子都来投奔 一家人过得清苦 倒也其乐融融 但这种平静在2005年 夹让而知 原因就是一笔钱 2005年小吴拆迁 获得了32万元的拆迁款 老人给了大儿子7万 侄子7万 老家的小儿子12万 剩下的应与老伴的医药费 仓葬费 对于这个分配 大女儿有意见 从此不认母亲 两个儿子也很不满 从此老人就跟侄子过 可儿女几乎不再来往 如今老人急需救命前 儿女不管 侄子也并不宽裕 这可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长期帮助老人的 志愿者苏科站了出来 如果作为一个儿女 为了钱能计较到这种份上的话 这太不 都没有人性了 他在网上广泛求助 号召大家募捐 反响恶劣 钱50100的打入老人的存折 更有人直接跑到病房 把钱塞到侄子的手中 能帮一点 试一点吧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2012年10月 新浪和中华社会 救助基金会合作的 习丹奶奶 我们帮你活着 100岁号码募捐活动 五天筹集善款10万元 加上网友直接打入 老人存折的10多万元 习丹奶奶 供获得善款20多万元 治病 绰绰犹豫 各方一致决定 看病的钱 有基金会 直接打给医院 存着的钱 用于老人的个人生活 一切都貌似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就在这时 大儿子夫妇突然出现在医院 事情开始有了变化 各位众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西达奶奶的故事 大家都相对的熟悉 就在一年之前 奶奶当时是缺钱 需要手术 结果呢 在众位好心人的帮助之下 奶奶这些愿望 基本得到实现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的突然出现 就让事情变得有一些变故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西丹奶奶的大儿子 如果老太太生病了 我见了了 那我 自己心里不难受 大儿子夫妇在这个时候出现 老人很高兴 但却引发了侄子的不满 老太太吗 救护她的吗 给你们钱的吗 老太太跟你讲 你爸那儿办去个事 老太太就是 我爸这儿吗 我爸这儿吗 这个老太太 你爸这儿办去 你爸这儿办去 你爸这儿 有这个事吗 老太太在这儿 有这个事吗 老太太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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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我不配 我不配跟你 你不配跟我说 你不配跟我说 有理不在身高 有理不在身高 侄子认为 大儿子是奔着善款来的 而后者认为 母子矛盾的罪魁祸首 正是侄子 老太太 就不是我无法理的 就一个到现在 到这边里 他家里可怜 你不要跟他闹 谁跟他闹 谁怨 你不闹来 我跟你闹干嘛 老人出院后 跟谁生活 也成为双方争论的交调 这个吧 就给我一个亲妈一样 照顾她 我也没做了什么 后悔的事 愿意愿意愿意 侍给她 侍给她 今天有她侄子 就没有我 侍给她 她算 侄子不能来靠遍 她的侄子很多 别的侄子可以 就是她不可以 这时一家公益组织也表示 愿意免费安排老人 去养老院生活 习丹奶奶的面前 出现了三条路 一选养老院 二选儿子 和侄子断绝关系 三选侄子 以后生死与儿女无关 老人开始犹豫 她的很多想法 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我也说 奶奶 你这账户上的钱 前段时间取了一些 那这钱怎么处理了 然后她就说 哎呀 你还是学生 你不要管钱 什么什么的 然后后来她就一直赶我走 之前老人要把剩下来的钱捐出去 但是现在她说不捐了 要留着当生活费 她想把侄子家处理好 也想帮儿子 儿媳 就是所有的儿女 她都想顾及到 两边肯定好处都没有少给 但是可能就是沟通上的原因吧 侄子儿子都不受她的好 2012年年底 老人拒绝了养老院的邀请 在大儿子的陪同下出院 这似乎意味着 老人最终选择了儿子 因为他还带着排泄用的灶楼袋 医院与大儿子约好 四个月后回来复查 进行化疗 并协商手术摘除灶楼袋的可行性 他都答应了 但没过多久 医院就发现联系不上大儿子 乃至老人的任何一位家属 习丹奶奶和存折上的十万元善款 一起消失了 我走吧 左边 左边 对一家 对一家就是 对 对这家回来了吗 我不知道 好像现在没看见了 是不是回哪家了 因为这个钱啊 不是我的 不是他的 是我们的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质问 我这钱是不是用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心 Sorry 姑子俩曾相依为命的家 如今已经大门紧锁 给侄子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志愿者继续赶往大儿子的住处 志愿者再次拨打了大儿子的电话 这一天的寻找一无所获 过了些天 孙女回复志愿者 称老人已经回了安徽老家 过得很好 这多少让大家感到安慰 对西单奶奶的整场兴师动众的救助 似乎就这样 划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可是谁没有想到 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2013年6月 消失了半年多的侄子突然出现在北京 跑到医院向医生下跪 说老人在老家被儿子关了禁闭 求医生救救老人 真相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 这侄子说的是真是假 他当初又问何离开老人呢 2013年4月 侄子腿伤签好后 他称自己一家曾去邻村看望老人 结果还在差点被对方打死 那么粗的棍子 这么长吧 然后问我来干什么 我就说我来看奶奶 他二话不说就打下来了 就往我脑袋上打个包 他那二儿子是吧 当时就站到我的后面 就反手绑着我 一下打懵了 我也没什么意识 就是说这样趴在地上 就起不来了 双方一碰面就发生了激烈冲突 儿子坚决不让侄子见老人 但侄子说 他悄悄打听到老人被关了起来 让他快来救命 这个钱不能拉多 儿子也不能拉 必须得老太太这个病看好了 到北京来看 我这么要求就是这么要求 给大家一个脚袋 侄子说他死活就一个要求 让老人继续看病 但儿子根本不听 他这才回到北京 一边在西单捡废品 一边寻求帮助 此时各方联系孙女 得到的回复 依然是老人过得很好 不愿冒险手术 为了明确后续治疗 对老人的意义 记者又一次来到了 航空中心医院 欧阳主任告诉记者 像老人这种年龄和病情 必须及时来医院付他 而且老人自己之前 却是多次要求 再做一次手术 摘掉灶楼蛋 治疗完了以后 等到老太太又进一步 的这个恢复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 灶楼口啊 给它还了回去 老太太这个生活指令 可能会更好 医院表示 只要老人处理好家庭矛盾 回来治疗 方案和费用都不成问题 对 原方介绍说 因为社会救助 医院照顾和老人 北京户口的报销政策 医药费剩了不少 都在基金会放着 离开医院 记者又来到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工作人员介绍说 他们共收到 善款十万零十元 收取管理费五千元 不给医院共五万五千元 但后来国家 给报销了两万多元 奶奶这次手术 其实只用了 三万三千两百一十一块一毛四 那现在所有的善款 还剩下了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八块八毛六 基金会透露 现在大儿子提出老人不愿手术 要求把剩余善款 当成生活费用 对此他们并不敢轻易答应 我们跟奶奶签的协议就是 装款装用会把这个钱 针给奶奶当医疗费使用 如今老人身体如何 是否真的自愿放弃手术 侄子和大儿子说法迥异 事情发展到现在 探寻真相的唯一方法 就是见到老人本人 2013年7月 基金会工作人员 热线12记者和老人的侄子一起 坐上了开网合肥的火车 为了看到老人真实的生活现状 我们事先并没有通知老人的儿子 当晚11点钟火车抵达合肥站 这里距离老人的村子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而谁也不知道 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 记者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赶往安徽省北东县 长林河镇 中分赵村 按照村民的指引 我们来到了一座 没有大门的院子 还有奶奶 你好你好 有奶奶 你好我们是北京来的 我是中华社会 就是今天会的 之前为您支付医疗费的 我这个一个 给你问对 顺利见到老人 让大家送了一口气 老人精神上课 但衣物杂乱 身上有股发露袋 清理不解的味道 接着记者拨通了 第一个在网上 号召募捐的支援者 苏科的电话 老人消失了半年多 苏科心情如神 这回 他们终于说上了话 你还想着什么 你还要做什么 你还不太在这o 我还回来等叔叔 她没你好吗 都好 就这样了 什么好这么坏 都不得有人 我好你 老人讲大儿子只管他吃饭 洗衣服清理灶楼袋都得自己来 当着记者的面 老人直接讲了大儿子的种种不好 说自己老做梦 想医院 想北京 老人求记者把他带走 这让大儿子很愤怒 大儿子认为母亲太不公道 而这都怪侄子多年来的搬弄是非 对于今年春天和老人职则发生的冲突 大儿子解释说 是侄子惦记老人存折上的十万多元钱 根本不是来看望老人 当记者质疑出院前 大儿媳陪老人取的五万九千元钱 哪里去世 大儿子表示 钱都用于老人的日常生活 到现在才用了不到三万元 老太太故事以后 这个钱我整个上交 去给这个国家十字会 摘水 我说我不会赢一五年 你放心 大儿子说为了避免今天的情况 出院时他对母亲提了几点要求 一 我们一同生活 不许任何人打扰 二 您的任何东西 一律由我们保管 三 出门时应告诉我一声 四 同室同住 绝无两样 五 家中是一切由我们安排 他希望在各方的见证下 母亲按个手印 我说不按就算了 他回来还是这样 2013年春节前夕 老人跟着大儿子回到了安徽 住在小儿子家 大儿子从老人的存折上取钱 给小儿子当母亲的生活费用 小儿子是个单身汉 之前拒绝去北京看望母亲 但承诺过 只要老人回来 他复则一切 小儿子不会 又会 两人他两个我和我 心里得 他不是拿去的 没关系 我说一个我一个 窗里不进去 我怎么过来 大姐 不然过来 小儿子会 这样 不是不让他出去 在外面 我也是下情讲话 这位人一脚接到 826岁 一脚接到谁来扶着 谁来拿着 四个多月就不在这住了 我姑姑看我一个人太忙了 他就把结果去 对于老人剩下的钱 小儿子表示 哥哥给多少生活费 他就拿多少 别的他一概不知 如今老人不愿意跟着儿子过 侄子又主动要管 儿子 愿意放手吗 在小儿子眼中 在小儿子眼中 只自人品卑劣 不管之前在医院照顾 还是现在来争老人 不过是把他 当成了摇钱书 为了更多的了解真相 记者又来到邻村 侄子的家 这是做新建的楼房 装满了防盗窗 一进门就发现墙上贴着两张海报 夫妻俩并不识字 但认为 这正是他们照顾老人的证据 对于儿子讲 他们利用老人赚钱的说法 直媳妇很生气 胡说八道的钱在我门女儿的 还有什么证据钱给我门女儿的 就是好些人能不编他多少钱 他能捡多少破烂的 他要住房吃饭了 住的时候那个钱是一块发吗 不是 老太太单花了 老太太跟你说 就是吃了都碰了 我也就跟你说句实话 我也不喜欢老太太 老太太那个性格 跟人家的性格还不一样 他说的话嘛 没去 就是他说的对 尽管对老人也有不满 最终直媳妇还是表示 已经和老人有了感情 必须得给他治好病 不打算老太太和我们快过 我们就是希望一个老太太 一个晚年 有一个快乐的晚年 围绕着老人的钱 这家人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到现在 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 侄子儿子都有自己的心结 我们提议双方在当地干部 在场的情况下 坐下来好好协商 他们表示同意 好 先来介绍一下 道场两位嘉宾 这位是陈璐律师 欢迎你 这位是张春瑞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也欢迎大家随时拿出手机 扫一扫 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看完西单奶奶的故事 最起码看到这儿 哎呦 我由衷的感叹 这钱真的是好东西 你看西单奶奶没钱的时候 那几乎就是烫手的山芋 谁都不敢拿在手里 现在有钱了 有了志愿者的捐款了 那么就成了人见人爱的香伯伯 春瑋你给分析分析 各种原因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 大家关注西单奶奶是因为 当他在病床上 无人给他签字的时候 因为毕竟要他的直系亲属 这个时候他的侄子 再怎么想去帮他 总会隔着一层 但是你想啊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按理说我们说这个养儿防老 为什么他的儿子到最后不出现 我想第一 就是因为分配不公 我们从先行以来就说的是 不换寡而换不均 然后女儿会说 为什么没有我的份 儿子会说 你为什么要分给外人 正是这样的一个分配的问题 使得老人的养老问题 成为了一个现实的矛盾 但是回过头来 一旦有了人 愿意给他捐款 普通人都看不下去的时候 好 亲情出现了 亲情奔着什么来 奔着这个家庭的财富的支配 更多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们的西单奶奶 变成了一个工具 变成了很多人去展现 我应该怎么帮她 然后她的子女又会想 我应该怎么样把这个钱为我所用 这个时候我们尴尬的是 当爱心变成工具的时候 怎么让爱心发挥真正的作用 对 刚才你谈到这换不均 所谓这个换不均 这么简单的法律问题 我就不劳陈璐律师了 我为大家解释一下 实际上 那是人家老人家自己的钱 人家想给谁给谁 给多少都行 那别人 您得着了 您就应该感恩 没有得着 您一点皮都没有 什么均不均呢 跟老人家不谈这个啊 再来说另外一个 这问题难了 陈总你给解释一下 你看啊 志愿者都说 这些账款呢 不是我的 也不是他的 是我们的 我们都有权知道 最后这个钱 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 是不是大家有这样的权利 那我们首先说 对于捐赠人和奶奶之间 他们是一个负条件的赠与关系 这个条件就是说 我们来帮助您治病 这个钱应该捐款 捐用 应该用于你治病 那么这些人呢 并不是一个 而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那也许我们的志愿者 他们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就每一个个体来讲 他们是没有权利 对所有钱的去向 有一个知情权的 法律上 他们没有这个知情权 那怎么能够做到知情呢 就是说 如果说他们有一个 这笔钱款的贷款人 那也可以由这个贷款人 要求奶奶来告知他们这个钱的取向 那我们就是退一步说 比如说 因为志愿者其实是热心人 他并不是代管人 就是说这个志愿者或者苏科 他就是代管人 那么他这个钱 他也只能要求奶奶告诉他 怎么用了 他也没法去帮着奶奶 从他儿子和他侄子那要回来 因为那是奶奶和他儿子和侄子之间的关系 奶奶也许是被迫无奈给的 也许是他们背着给的 也许就是奶奶 就是愿意让他们拿走的 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对正是由于种种的原因 最后这笔善款呢 也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糊涂了 那么大儿子说 这钱啊 当时确实取了五万九 然后呢 老太太住院的时候 支付了八千块给医院 剩下那些钱哪去了呢 反正都给老太太花了 那谁说的清楚啊 是吧 为了厘清这些 也为了搞清楚 老太太将来的赡养和归宿问题啊 实际上在当地相关人员的调听之下 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 已经商量好了 愿意坐下来好好谈谈 但是就在谈的当天 这侄子 咱们甭说了 人家愿意谈 小儿子玩起了失踪 大儿子呢 干脆喝多了 反悔了 今天的这个故事啊 确实非常的耐人寻味 实际上后边这个短片啊 一会儿还会放给大家听 确实非常的让人气愤 对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这个故事 走 看来我们这个设备还在这个调试当中 确实新班的家嘛 对 对我们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吧 对 出位咱们依然讲一段 我来聊聊他这个小儿子 他这小儿子实际上什么态度 老人如果来了 我可以管 但是呢 我就是一个官棍 我还得下地干活 那么妈妈又那么大岁数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给他捐屋里 然后呢 这老太太就不干 说你我一大活人 你给我捐屋里干嘛呀 儿子说 我有工作呀 我自己照顾好自己 就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只能给你关在屋里 因为你出去啊 有一个万一摔个大跟踪 没有人负这个责任 是吧 所以这小儿子就说 你跟我过没问题 但是你不跟我过 也挺好的 但是大儿子 大儿子故事你讲 我觉得大儿子呢 在这个家里面 他会觉得他很生气 我是一家之主 凭什么这个家的什么东西 都不跟我说了算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传统当中啊 最重要一个话题 就是如何理解孝和顺 其实这家人你会看到 还是有人愿意去孝敬 西丹奶奶 但是有一点 但是西丹奶奶要求的是什么 要顺着我 但是最后呢 你会发现这一家吧 就每个人都说 以我为大 你要按照我的主意来 结果一家人 每个人都有主意 奶奶是奶奶的主意 老大是老大的主意 儿子是儿子的主意 侄子还有侄子的主意 然后到最后 你看这一家就顺不起来了 对 大儿子的故事讲完了 侄子的想法 你给揣测一下 侄子啊 就是因为他们毕竟都在北京 而且奶奶 其实她60年前就在北京 当阿姨当保姆 她已经对北京这个环境很熟悉 而且她也拉着那个志愿者说 我很想回去 那么在北京能够照顾她的 就是侄子 毕竟这么多年 连强那个侄媳妇说 我不喜欢老太太 但是也已经有感情了 所以侄子我倒不认为 说侄子能把这个钱去挥霍 那他们毕竟跟老人一起生活 他觉得他们用一些 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我们都在这个大城市 知道在北京花销到底有多大 是吧 还有人家一方面肯定 人家毕竟是亲戚嘛 直系亲属 确实有亲戚在 二一个呢 侄子和老太太之间 那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 两个人都合适 是不是 你媒体没曝光之前 老太太你负责在这儿 捡瓶子收垃圾 然后侄子呢 我负责接老太太回家 然后帮助老太太处理 这些捡来的废品 实际上两个人呢 是这样的一层关系 我们老非常关注 这西战奶奶 到底最终归宿在哪呢 您看一张照片 您千万别吓着 您看 这是在哪 我跟你说 又回到了北京 老太太又掏起了老本行 也就是说 他应该现在跟儿子在一起 那么跟侄子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特别想采访到 他的侄子 但是他的侄子最近 可能有难言之隐 不愿意配合我们这次采访 于是呢 我们就换一个角度啊 准备采访一下 一直关注西单奶奶的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我们今天要电话连线的是 他们的项目主管崔晓英 晓英你好 乔东你好 你好 那现在西单奶奶的境况 到底如何呢 我们都迫切的想知道 我们是4月23号去看完奶奶了 奶奶目前是和他侄子住在一起 我们去的时候呢 奶奶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错 和我们交流起来呢 也很顺畅 我听说他最近刚搬了家 为什么要搬家呢 是因为这样子 他侄子说 房东知道老人跟他住在一起呢 所以就不愿意去约了 因为担心老人身体出状况 担责任 是这样 咱们基金会现在捐款的这些善款 是不是还有一些富裕 到底富裕多少 将来准备用在什么地方 是这样子的 奶奶是13年底出院的 出院后我们与航电中心医院进行了结算 结算后目前的剩余款项金额是48138元 七角二分 是这样 准备怎么用呢 我们探望的时候考虑到奶奶需要补充营养 而且她要购买一些药品和排便袋 所以经过商讨我们决定每个月拨付给奶奶3000元的生活救助费 对 然后这个费用会直接拨付到奶奶的银行账户上 好 感谢你 善良的人 谢谢 不客气 对 实际上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奇怪 你看一开始我们看到老太太孤独无助 于是很多好心人都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我们的善心没有能够真正改变老太太的生活轨迹 最后老太太居然从原点又回到了原点 是吧 异动的心 这事 我们来看看借助这个图片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近况 也包括历史 当时无靠的西单奶奶 她是以这个实费品为生 2012年9月老人因病住院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为了帮助老年人 老人解决医疗费用的问题 爱心人士一共捐款是20余万 随后老人的子女就相继出现 大儿子把老人和善款就带回老家 称其要赡养老人 但是到2013年的6月 侄子找到媒体说 老人家在老家遭到了虐待 在媒体和当地干部的施压之下 儿子将老人送回的医院 但是说的这个儿子是大儿子 把老太太留在了医院 留在了北京 自己呢却带着善款 从此就消失了 那刚听到这侄子说 老人出院之后呢 现在再次回到了北京 而且再次回到了西单地铁 你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善心 最后没有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呢 春卫你给分析一下 我觉得其实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 老人的一个慈善账户上 到现在还有结余 这也就在提醒着我们 我们经常在慈善的过程当中 不要简单的就想 我把钱给到老人手里 就能够解决问题 有的时候往往经过专业性的管理 能够使得老人获得更好的保障 不要认为简简单单的 把爱心几次出去就完成了 除了对他有所帮助 还要帮他进行一个更好的管理 这才是吸单脑来 最后能够让我们看到 可以让他温暖 可以让他获得一个更好救助的方法所在 所以更多的时候也提醒着我们 吃散 一个不被祝福的婚姻 父亲因和缺席 那些长辈全部都好像 不把我当自己的子孙去看完 一处存在争议的房产 母亲为何落泪 把自己一生都毁了 现在还要害我的儿 一次积蓄已久的冲突 是谁点燃了导火索 他第一传就是我这个眼镜 老子与房子日线值啊 明日播出